台北城市科技大学烘焙课程 在上个星期是举办了 城市碑国际烘焙创新创意季已竞赛 学校是表示这次的比赛 共分成高中职主以及大专职业主两个区块 而这次的比赛更是邀请到了重量级评审严格评选 台北城市科技大学烘焙学程 在上星期举办ICIF城市碑国际烘焙创新创意竞技竞赛 学校表示这一次的比赛 共分成高中职主以及大专职业主两个区块 而高中组将挑战现场创意鲜奶油蛋糕装饰 与创意意大利点心制作 大专组学生将接受现场议事盘式点心考验 学校期许培育具有国际观的烘焙专业人才 我们有分高中职跟大专职业主 那高中职主的话 我们有鲜奶油蛋糕装饰 还有意大利点心这一块 那主要让他们发挥创意的部分 那大专职主的话 我们现在有就是以盘式点心为主 那必须要创作两种不同的一个风格 也要符合我们意大利美食 这个主题的一个规范 那再运用在地的一些食材 比如说洛神 蝶豆花 或者是像一些果干类的东西 再做一些结合来帮这次的比赛 创造出一个美好的惊喜 世界美食各有风味 据世界食物受欢迎的程度调查 意大利披萨 还有意大利面最受喜爱 因此大街小巷 常常会看到意大利风格餐厅 学校表示为了让学生 领略意识餐点文化之美 拥有一技之长 这一次比赛 更邀请到重量级评审 严格评选 我们这次的话 有请到ICIF厨艺学院的一个 GINO的Chef 那当然我们这边还有 我们中豪股链研究师所长 那台湾蛋糕协会合会长 然后还有一个红杰视频 我们技术总监郭百春郭先生 共同来帮我们这一次 做裁判的一个评评 在整个过程当中 裁判长还是会提点 我们的晚辈 有一些方向 还有一些创作的一个 主题的部分 去符合这样的一个情境来设计 那当然还是会有一些 缺失的部分 我想裁判这边也会 再细心的提点一下 晚辈的部分 学校表示这一次邀请到了 评审团是ICIF 意大利厨艺学院的厨师 还有古物研究所所长 石坤和 台湾蛋糕协会会长 何文喜 宇宏杰食品技术总监郭百春 藉由许多重量级的评审团 不仅是在评审区 给予学生方向与建议 还能够让参加比赛的学生 学习到不一样的经验 记者许端一带去赛访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